OK Off-white, lavender purple,还有酒红色,五个色 我基本上很喜欢这一件上衣就对了 我把上衣拉出来给你们看先啊 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答应 这一块的款式啊,OK,五个色 它前面衣领是这样子比较宽的,round neck 可是它不会看到这一边的锁骨太多 它不是太下来那边 它就是比较小的那个cut OK,比较密的 你这样子看你会觉得它衣领很大 可是上衣是不会啊,是刚刚好 OK,属于长袖 面料是很舒服,很凉爽的那个面料 凉凉冷冷,很滑的那个cutton面料 弹性是非常大 长袖,袖子这边是这样子有收袖把 OK,小的收袖把 后面是这样子 上面呢,上位这边呢 它是这样子有破线这样子来车的 啊,free size下单只要打cut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 这一件上衣 SML的顾客都穿得到转 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 OK,没有拉链,没有扭扣 四个是,你要显白的来很特别的颜色 带走我身上这个shadowlight 我自己本身有滞留了这一件上衣 这样子配搭着一个短裤 可以选择答应和不答应都没有问题 我身上穿的是shadowlight 像我来讲的,它基本上不是属于很长的 应该是这么说啦,属于八分长 OK,它不会color,就是我戴手表了 我这样子整件没有拉起来 一样,它还是可以看到那个手表 你会不会这样子拉起来,它会hold在那一边 所以我讲这个款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就对了 OK,我就换 我就换powder blue给你们看先 如果你要买了配搭牛仔的话 你要显白,非常显白,带走我身上这个款 还是同色系的配搭可以带走这个蓝色 OK 蓝色我可以配搭两个版本,你们看 来,最深的颜色啊,这个款式是由我身上的这个红色 OK,所以说颜色方面,如果你说选择比较深的颜色 我这个款式啊,由我身上的这个红色 很舒服的面料,最主要是价钱啊 只需要59 然后是属于啊,这个的弹力就比较大 它那个连绳裙弹力就来得比这么大 这个是属于大弹力哦 拉伸的话,它还可以刷这么大 所以说,这款式一样是基本上 SML的顾客都穿得到哈 所以说,甚至这个红是属于酒红啊,比较暗的红 不是这样,跟刚才的那个套裙的红不一样哦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哈 刚才的这个红,你看啊,是有区别的哈 这个的红,compare with这个它是属于效率是比较暗的那个红色 所以说,这个款式的上衣,如果是说你要compare with 就是说,几个色里面你想找比较深的颜色 就是我身上的这个红色 款式方面也是属于一个红新的哈 这个之前是完全没有过 所以说,找这一个属于一个七分八分 八分秀的一个上衣啊,可以选择带着这个款式哈 我是穿着红色 没有鬼,这件上衣它很白搭 刚才我是配搭短的牛仔裤 现在我配搭一个西装库 全新的款式的西装库给你们看 一样是配搭得到 加上长袖59是非常的划算 ok 我现在配搭了西装库 所以你上班,你配搭西装库 这样子来配搭很好看 待会你可以随摆了这条 这条Denim Blue的西装库 你可以配搭我现在身上这个Powder Blue 这样子来配搭 为什么我们讲很划算 因为长袖59是非常的值得买的就对了 面料就不要多说 它就是凉凉冷冷啊 很凉很舒服的那个Cotton面料 ok,很滑的 Shadowline,显白的啦 又很特殊的颜色 它不是那个荧光黄啊 之前我们有过这一个黄 它就是很浅很浅的那个荧光的那个黄色 它不是那种很刺眼 它是很soft的那个荧光黄来的 ok,Shadowline 白,Lavender Purple 我身上的Powder Glue Powder Glue你可以选择配搭 刚才短裤牛仔裤一样是配搭得到 配搭西装裤一样是配搭得到的就对了 没有拉链,没有扭扣啊 穿的时候就这样子重头套 好,我去换紫色给你们看 不要梦幻的颜色就有紫色 ok Joyne,你的是Shadowline Solar Sulin,你的是Powder Glue Solar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款式的颜色是属于比较浅的颜色 ok,就是Shadowline,比较浅 也属于比较亮 可是亮起来它是带柔的那一个 还有就是白色 还有一个比较浪漫的 可以选择戴 叫Lavender Purple 还有就是Powder Glue 也是属于浅色 然后最深的颜色 就是我身上都叫Crisen Red 就是五个色里面它是属于最深的颜色 其他的颜色都是属于比较马可龙色就对了 ok 我自己像我刚才讲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个款式 然后虽然是它属于八分长七分长这样子 你会因为这样拉上去 它就可以变成了一个妆 这个纸色也是很好看 非常显白的就对了 然后很浪漫的颜色 对不对 它浪漫的来 可是它不是那种很很腻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那一纸 这个纸啊 它浪漫的来 它又很显白 它不是那种很 怎么说呢 有一种纸你擦上去 你会觉得很黑很暗 可是这个是非常显白的就对了 你看紫色配牛仔一样是配搭得到 所以上一个星期 属于买了我们那个宽裤脚的牛仔裤 还是那窄裤脚的牛仔裤 是配搭得到这一件上 不要这样子casual wear 这样子是配搭得到 ok 我身上穿了紫色 转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 照大家讲的啊 你看去 这样子掉着 你感觉上好像衣领很大 可是上身的效果是不会的 就刚刚好 看到吗 它不会露太多 这样子看你会感觉到很大 可是是不会啊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 这个款式 就是这个原因 可以选择 拉袖子一点点 就变成一个中袖 配搭牛仔 有配搭牛仔的好看 还是像就你这样子配搭半裙 配搭这个刀 我会介绍的纱裙 都可以拿得到吗 还是像我带来这样子的配搭西装 一样是配搭的刀 最主要是这个的 它的面料是属于非常舒服 然后大袒 上身就是那种非常舒服 没有椰树感的一个款式的上衣 所以说很喜欢的话 也不要只是带走一个 只是损失的方面 它就是比较多是属于浅色系列 就看你的下半身的配搭 还是说可以跟着你自己的lucky color 来去配搭那个颜色 这款式我就不会推荐说哪个色 因为所有的颜色都好看 就看你的配搭方式 你的下半身要搭什么 还是你一出里面 有什么颜色是比较缺少 还是你比较偏爱什么颜色 当然你说我个色里面 你还是做不了决定的话 特别的话 我会选择叫你带走这个 好看 OK 选到赖 或者是这个紫色 真的 这个颜色其实也比较少 白色蓝色 选到长线 最近比较多 所以说你如果叫我推荐的话 真的要推荐它比较特别 所以就选择这两个 这两个是比较少 会有的颜色 也比较特别 OK 来 我这个色啊 这个款式 OK 真的 上来就你讲了 这个款式 我会强力推荐哪个色 可是真的要推荐的话 我会强力推荐这两个色 OK 比较少有 然后穿起来 整体是非常的好看 白色就不用多色了 很白搭 这个啊 我自己本身留了很多个色 是因为我很喜欢它的面料 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衣 它有一点像Botnet 可是它是水鱼 没有这么Bot的那个衣领 OK 面料真的很舒服 很滑 很凉 很冷的那个面料 不用怕会透啊 虽然是浅色 因为它面料的厚度啊 是有在那一边 可是它不是厚的 闷热的那一种啊 这个面料之前 有些很多顾客都有买过了 都说这个面料是很舒服 当然啊 每个人接受透的程度不一样啊 白色的话 你担心透的问题 还是担心看个内在美的问题 你今天就穿裸色 对啦 OK 五个色我穿完所有的颜色了啊 最深应该说 amount五个色里面 也不是深深啦 就是深的来比较大一样 比较有颜色 也比较少会有啊 这几期比较少 Jones啊 Crimson Red 是五个色里面最深的色 对啦 然后比较梦幻的颜色 又梦幻的啦 又非常显白的颜色 就这个Lavender Purple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颜色 就是这个Shadowlight Powder Blue OK Powder Blue 你可以称牛仔 称哪一本 我们会介绍的西装裤 或者是纱裙都称得到 还有就是我身上白 白色就不用多多了 非常的白 写年轻可以选择戴着白色 长袖五十九 是非常非常划算 这个是我本身的滞留款 就对了 STL45 这要钱 只是四十九 也是随纯新款的事啊 这个款式之前是完全没有出过 完全没有过 数量有限啊 要的话都建议你们直接直播下单 像还讲了 因为基本上上一个星期有的款式都没了 OK 没有的话我们就介绍 现在我们 助理现在穿的一个纱裙 OK 纱裙一共有 六个色啊 二四 六个色 对 纱裙一共有六个是久为了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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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期待的 一年我没有带进纱裙 一年我没有带进纱裙 已经很久没有纱裙 为什么这次带进纱裙 因为其实纱裙是属于不会过时的一个长期 长期可以配搭一些功能 一些dinner 或者是一些 中文字幕、李宗盛